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志云邀请到王祖兰 瑞其言也会担任嘉宾 期间讲到了王祖兰的太太李亚兰怀孕 王祖兰被问到有没有请假陪太太去安排 王祖兰直言 在这段时间我会留在香港拍部电影 内地的工作就少些 计量多些留在香港工作 小编看见祖兰这样为太太 就是能够有多点的时间陪伴太太 自己也少赚点钱 毕竟有些时光并不是能够用钱买回来 所以小编真的很羡慕李亚兰 能够嫁到这样的一位好老公 问到太太李亚兰的预产期是几时 王祖兰就透露 今年年尾明年年头左右吧 宝宝的性别保密 还是等亚兰自己说吧 现在所有的事都是亚兰说了算 什么时候公布 照什么照片 装修等等都是亚兰说了算 现在他大晒 不知道即将生为人妇的祖兰心情是怎样的呢 王祖兰谈言 我一开始以为自己不紧张 但原来不是 比如我就不敢去望超生婆 再想原来这个生物就是我的宝宝 自己也怕到时入产房 我也要被别人救 已经预备到时入产房 我尽量努力这段时间克服我的恐惧 其实有很多人都很关心宝宝 是不是像妈妈李亚兰一样 手长腿长 有着妈妈的好基因 但是王祖兰就说了自己到现在还没有看 看来大家想知道更多 就只能等准妈妈李亚兰 在自己向我们公众发布有关宝宝的信息吧 现场的陈志云也恭喜王祖兰有宝宝 并叫他拍拖九年刚好有宝宝 叫他帮忙看一下古剧机 王祖兰笑颜 放松就可以的了 我公司有很多人都有宝宝 叫古剧机来我的公司 转经理人 不是吧 祖兰你当众挖脚 真的是很大的胆子 陈志云又自曝自己曾经打算介绍一个马来西亚歌手 给王祖兰认识 但是原来当时王祖兰就已经很喜欢李亚兰 随后陈志云就好像看热闹不嫌事大 问祖兰两人第一次亲戚的情况 小编真的没有想到陈志云居然问祖兰这么私隐的事 王祖兰笑颜当然是坐在那里的啦 陈志云随后又问王祖兰 是不是想后代能高一点 所以就特地选了李亚兰 王祖兰笑颜 那我也没有专门想这些 我坐这行都发现 我这个高度也是不错的 我家里的基因很不错 妈妈妹妹和我都是一个样 其实我都很怕到时生出来之后和我一个样 祖兰在担心样子的同时 也很好奇如果是他的样子 但是石亚兰的身材会是怎样 其实现在祖兰也不用这么担心 宝宝还有几个月才出生 但是小编也相信